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与痛边缘的刺激 正如接下来这个故事那样 就在最近 低迷了大半年的无限剧 似有死灰复原的迹象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次引起死灰复燃的星星之火 并不是TVB高薪聘请的知名导演 为捧红新花旦所拍的美丽战场剧集 也不是老字号IP法政先锋舞 而是那部由江美怡 林敏聪主演《下流上车足》 说起这部《下流上车足》 她所有剧情都围绕着江美怡 林敏聪这对 市井阶层的抢前夫妻展开 而相比起曾经眼红了巴不得妈妈的江美怡 再次发挥了自己永不失准的精湛演技 将霸道爱贪小便宜的《湿奶湿井》演绎的《活灵活现》 男主角林敏聪给人的感觉 更是眼前一亮相当惊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虽然经常听着林敏聪作词的经典歌曲 也看惯了林大才子 在各大电台 电视台 以口眉遮拦的无厘头风格 主持了很多可圈可点的综艺节目 但是却从来没有看过他拍电视剧 其原因也不难理解 谁叫林大才子长得不高不帅 其貌不扬呢 就凭这一点 无限的实乃观众都肯无漏了 那问题来了 这次无限为什么会突发奇想 启用一位从来没有做过主角的资深才子 来当台庆剧的男主角呢 答案是TVB刚开始的时候 压根没有想过找林敏聪主演 他们的第一人选是近年来一直穿梭于 各大港场片的金牌配角小黑江浩文 然而据说江浩文一看这个角色 只是一枚中年危机市井油腻性格缩骨的家庭主男 他当下就觉得不太是滋味 我在那些电影里虽然演过正派也演过反派 但几乎每个角色都是热血男儿 风风火火 如今突然要转派做小男人周济 完全不是我的菜嘛 所以江浩文在申诉熟虑之后 就选择在剧集开拍的第一天 此演了 面对男主角突然消失 无限的总经理曾志伟 可谓是一筹莫展 他突然将自己脑中的后背人选 全过了一遍 突然一拍大腿 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不如找我明星足球队的好兄弟林敏聪了 虽然他长得不咋地 嘴也够贱 还经常会失控 但他也不失为有故事的人 担得起男主角的故事感 现在想来 也亏得男主角 从江浩文换成了林敏聪 如果真由江浩文来拍 他那咆哮地的风格 绝对可以将盈盈益益的小男人 演成苦大仇深的江湖汉 而林敏聪 却恰到好处地拿捏到了 小男人在中年危机背后的自嘲 自重和自省 这份精准拿捏 其实全靠他两段失败的婚姻 说到林敏聪 及童话狗血和猎奇于一身的前尘往事 相信很多熟悉香港娱乐圈的人 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话说这位才子 本来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设计的 但是天赋使然 他的文学水准和艺术感相当了得 很早期就开始为谭永林 张国荣等天王巨星作词 还创作出了无心睡眠 爱在深秋 这些筷子人口的经典歌曲 更难得的是 林才子的才华 不仅仅限于作词 还在主持领域独具一格 大受欢迎 也正是因为才华横溢 说话有趣懂得浪漫 所以林敏聪 这才算其貌不扬 也先后吸引到两位大美女青睐 其中一位正是1987年的 港姐亚军 李美凤 大家都知道 80年代的香港小姐 是香波波般的存在 而李美凤更有电眼美人之称 所以那时她必然群下之臣无数 可万万想不到 电眼美人放着家财万贯的贵公子不爱 放着好看的皮囊不选 偏偏选中了才子林敏聪 可见男人的才气 有时候当真可以匹敌财力 这是才华带来的浪漫 终究不敌婚后财力上的原型毕露 据说林敏聪和李美凤 在1990年秘密结婚 到了1995年分手 两人的婚姻虽然仅仅维持了五年 但是五年时间却滋生出 很多误会与怨恨 其中林敏聪一度表示 尽管自己将大半的收入 都交给了林美凤管理 可李美凤却还是觉得家用不够 乃至于两人离婚之后 李美凤转身就嫁入豪门 但是举行的空中婚礼 也是轰动一时 与台湾产茶十业集团 老板郑祥中结婚的时候 林敏聪还阴阳怪气地 调侃前击是 终于掉到了一条大龙盾 看到这里 不得不说林敏聪当时 那么有失风度的阴阳怪气 还是因为她太年轻 年轻的读不懂 爱情里的等价交换定律 在那个定律当中 女人败金其实和男人好色一样 都是人之常情 可见美女找豪门 只是为了自己的姿色 匹配合适的另一半而已 所以来到第二段婚姻 林敏聪终于被绿帽子 当头戴给痛醒了 林敏聪的第二任妻子 是落选港姐陈灵力 陈灵力当年在落选之后 还是签约了无限 并且和林敏聪 在一场采访中认识 尽管当时陈灵力只有19岁 和林敏聪 有着足足19岁的年龄差 两人金缝玉露一相逢 即刻就擦出爱情火花 一年之后更是凤子成婚 婚后前后生了两个儿子 在二胎出生之际 林敏聪和陈灵力的婚姻 就陷入了吃相难看的 各有各玩当中 皆因林大才子 在儿子出生之后 依旧不改风流才子的本性 借着工作的机会 北上烈焰 而面对老公 常年累月不着家 有时候甚至连钱 都不拿回来养家 陈灵力的心理 开始不平衡了 她别说要养家 就连养自己都未必可以 再这样下去 我怎么养一对儿子 不行 我得找一些有钱男友 来接接一下 想不到陈灵力这一找 就找出了满城风雨 她先是与香港著名十四 火车头越南餐厅的 有富之夫店主 李承文打得火热 结果却被对方老婆公开控诉 继而又和任职股票行的 有富之夫 皮特奖传出婚外情 这段情发展到后来 皮特奖却突然回头是岸 在媒体上公开登报 挽留原配 直接导致陈灵力颜面尽失 而在她备受千夫所指的时候 更有人大报 原来陈灵力和安德尊 还有过一段地下情 面对老婆背着自己连环偷汉 林敏聪的反应却是相当之谜 她只是默默地在2008年和陈灵力离婚 将一对儿子的抚养权拱手让给前妻 有始至终都没有说过对方一句坏话 对于林敏聪这份宽容 既出于愧疚也出于感恩 陈灵力不仅仅将林敏聪的一对儿子 教育成学霸 更是在2009年林敏聪患上惊恐重 不得不全面停工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带着一对儿子 去陪伴照顾前夫 陈灵力的这份善意 既换来了林敏聪对绿帽的释怀 也换来了嫁入豪门的恩典 她和林敏聪离婚不久之后 竟然很快就嫁给了新加坡富豪刘宋明 更神奇的是她是带着自己和林敏聪所生的 一对儿子嫁入豪门的 嫁给富商之后 也马上为老公完成了开支散业的任务 她的老公在2015年 豪赤千万为她开设画廊 2018年又在新加坡开餐厅 共同经营 甚至还传出她的婆婆送她半亿豪宅的消息 不过比起这半亿豪宅大礼 陈灵力如今居住的豪宅 奢侈豪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悉她和刘宋明结婚后 就住在夫家价值六亿的超级豪宅 和赌王次子何游龙 以及赌王三太陈满真为林 陈灵力平时在社交平台 分享豪宅内景 实在让人大开眼界 高三层的独立屋对着无敌海景 外约有两千尺的私人花园 开派对甚至踢球都不成问题 如今一家六口 在新加坡豪宅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面对两任妻子在离开自己之后 都成功嫁入豪门 经历了绿帽之痛的林敏聪 这一次终于不再像当年 和李美凤离婚之后 那么阴阳怪气了 取而代之的是大度祝福 并坦然接受了 自己孤独终老的未来 我恍然大悟 发觉自己是不适合结婚的 因为我们做创作这一行 是需要好大的自由度 和空间才可以做到 同时也有好多事情 需要兼顾 是很难的 听到林敏聪这番说话 如果你问他 有没有后悔曾几何时 一心向往自由 不懂背负责任 也不会珍惜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家庭之乐 那必然是会 如果他不后悔 就不会有下流上车族里面的 小男人周记 剧中的主角明显就不是 他的本色演绎 只是他内心渴望的映射而已 然而再多的后悔 再深的渴望又如何 既然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 今时今日的林敏聪 只能用完事不公的幽默 将一切患得患失 化作云和雨 所以相比起来 女人心海底针 才子心更像绣花针 皆因绣花针纵然 能够在穿针引线之间 勾勒出很多风华雪月 良辰美景 那也只是中看不中用的 幻境一场 可见找男友可以是才子 但是找老公 还请尽量避开才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显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